中共黨媒週四通報 原內蒙古政協副主席馬明受賄案開庭 他被控受賄超過1.57億人民幣 另外 馬明曾在任職期間參與迫害法輪功學員 被追查國際組織列入追查名單 通報稱 馬明在吉林和內蒙古任職期間 非法收受貪財務 共計1.57多億人民幣 馬明2000年起 歷任吉林松原市副市長 商務廳長 2008年起 吉林遼原市委書記 2011年起 任吉林省副省長 政法委副書記 2012年 調任內蒙古 任自治区公安廳長 政法委副書記 自治区政協副主席等職務 2019年底落馬 馬明被指是江派吉林邦成員 另據明慧網報導 馬明任內蒙古公安廳廳長6年間 對當地法輪功選被迫害致死 致殘等負有責任 追查迫害法輪功國際組織 兩次將其列入追查名單 新唐人電視綜合報導 新唐人電視綜合法輪功能 新唐人電視綜合法輪功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